数字有几个,按确定,给一个范围 范围的话就这个范围,把它选起来,按确定 53个数字,也就是这个范围里面好像有63个吧 k到6,应该是 6,7,8,9,10,11个,然后有66个里面 53个是数字,那有几个有资料 那如果有资料的话,我用什么? 用统计里面,一样是什么? couns a,有资料的,那就把有资料的 那没资料的,有几个,这就是couns 里面有多少?59个有资料 那没资料就是表示里面是blank blank的话,那就是什么?couns blank,空白的 ok,然后按确定 couns blank,范围选项 这里面有几个是空白的 7个,所以加起来66个 那有几个数字大于20 诶,几个数字大于20 那你在这边的话给什么? 统计里面的touns a,if 有没有,range,一样给这个范围 quartelial,给一个什么?大于20 这样就ok,按确定 16个,有没有,这就出来了 ok,所以如果说你或者甚至是couns里面的话 这个couns里面也可以什么?给它的是一个什么? 一个某个数字,比如说quartelial是1的话 有几个?一个,有没有多一点的 17,两个 这个范围里面有几个是17 有两个,有没有 那所以同理可证 等一下的话,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要利用同样的方法去统计什么? 统计那个,像这个销售人员也是一样 比如说5万的 这个销售金额大于5万的 有几个,不是加总起来 几个的话,一样,插入函数 里面最近使用过的conif 把范围给它 quartelial就是大于5万 有三个,结果就出来 三个人 那用同样的方式 请各位试试看 这边有一个101年的跟102年的这个开奖记录 那请你帮我统计一下 101年的1号出现的几率是多少 但这个地方不是次数啦 是几率 那几率的话当然也是从次数去除嘛 就是这个范围里面 这个范围里面 总共有多少的号码 对不对 除以什么 除以它出现1号的次数 就是它的几率了 先倒了 就是它出现的几率除以什么 全部的总共有多少的号码 就会除出一个几率 也许是什么百分之多万分之多少 那102年合计起来 再排名 这样我们就可以统计 这两个年度 它出现的几率谁是最高的 那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 你也可以把历年来 包含从最早开奖有的 这些资料网路上都查得到 那你可以把它抓下来 再分析一下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排名 哪个号码出现几率最高 那试一下 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 就是乐透彩的中奖几率的计算方式